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为人处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 很多历史人物在危难时有的殒命而有的却能逃过一劫 这里面都有深奥的生存学问 在现代社会虽说法律各方面都健全了社会很安定 但是不安全因素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些危险因素时能否化为为安 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总体来说无论哪个社会聪明的人都会过得很好很安全 而鲁莽愚蠢的人则容易落难 为什么有的人被称为聪明人呢 那是因为他们懂得了生存哲学 一个人要想混得久 吃得开 把工作做好 做优秀 那么我们平常都会这样说 话不能说尽 事不能做绝 也就是说 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 做事要留有退路 这样才是有远见能干大事的人 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 他们在平和时期都会给自己留四张底牌 所以他们总能度过危难 过上平安的生活 那么是哪四张底牌呢 第一 话不可说绝 总会留有余地 聪明的人说话总是留有余地 不把话说绝 他们的口头禅师大概是 可能是 基本上是这样 这样他们总能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间 不至于那么绝对 一下子把自己套牢 一棍子打死 有个缓冲的地带 另外 会说话的人也不会得理不饶人 把别人往死路上逼 这样的做法只会使别人奋起一搏 也会给自己留下隐患 有句话讲 兔子急了也咬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把别人往死路上赶 别人当然给你玩命 所以会说话的 都会给自己和别人留一个缓冲的地步 不把话说死 双方在这个缓冲地带公平对话 那么 大家都有生机 第二 做人要留有后路 叫兔三哭 人生在世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事 有的是甚至是大麻烦 比如生意失败 事业低落 欠下巨债等等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事 我们该怎么办呢 愚蠢的人则会得过且过 好过的时候 把家底都耗费光了 现在面临大难 只有自作自受 而聪明的人则不然 他们会在好过的时候 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或者存下一笔钱 或者是在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偷偷置了家业 他们现在落难了 这些家底正好用得上 所以他们能够化为为安 以前有句话叫居安思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熬过的时候 要想着突然有一天 幻孕得降临 要时刻做好准备 多留几条后路 那么 你的人生就不至于 差到哪里去 第三 喜怒不形于色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高深的人 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因为他们知道 脸上过多的表情 别人是看得出来的 当别人看出我们的情绪后 就掌握了我们的所思所想 那么别人就可能掌握 控制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喜怒不形于色 也是我们的一张王牌 别人很难从我们脸上 窥探到什么 那么他们也就读不懂 我们的心术 我们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座很难解开的玩石 那么他们自然退去 不会任意加害我们 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底 他们会有所顾忌 第四 要有自己的心机 不要太过天真 做人不要太过天真 还是要有一点心机的 虽说这个社会 人人嘴上都讨厌心机 但是人人都在学心机 因为你没有一点心机 那么你会在社会上 混不下去的 你看到过那些 被欺负的 被伤害的人 都是老实 没有心机的人 那些有心机的人 谁能伤害得了他 你得一举一动 他都明白 当你想做什么事 说了什么话 他都一清二楚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是个人都会胆寒 实际上 这也是聪明的一种表现 每个人的人生感悟不一样 人生在世 实在不容易 有许多的悲剧 都是因为你不够聪明 才造成的 有许多的伤害 本可以避免 只是你太过天真 不知道给自己 留这四张底牌 有时 我们留了这四张底牌 就不要说出去 说了 那就不是底牌了 人尽皆知了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心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频道